2018世界新車大展正式開展 兩年一度的車談盛世 2018世界新車大展登場 全球41家品牌 超過350款新車同台亮相 是國內展期最長 規模最大的展覽 副總統陳建仁出席開幕典禮時表示 車輛智慧化時代來臨 正是台灣電子和資通訊產業 大放益彩的好時機 這項眾所矚目的汽車業的盛世 不僅代表了國際汽車大廠 重視我們台灣的市場 還有消費實力 而且也代表台灣的消費者 對於新科技和新產品 有很高的敏銳度和接受度 是與世界同步 這是我們值得驕傲的事情 政府當然會跟業界來密切合作 希望我國的汽車零組件 還有電子產業 可以掌握潮流 再創新局 今年車展以智能 科技 環保為主題 多家車廠紛紛推出綠能電動車 結合智能科技和清潔能源 帶來汽車新革命 希望能夠達到零排放 第二個零碰撞 就是現在越來越夯的 所謂的我們的清潔能源的部分 這個新能源的部分 再來就是所謂的自動駕駛 以後能夠這樣就把它結合起來 就是所謂結合在我們下一代的招牌裡面 另一家國產品牌自主研發的電動車 只需充電50分鐘就能擁有八成電力 最大特色是只要按下按鍵 就能啟動自動停車技術 就連狹小的停車位也沒問題 因為它都會互相 他們會自己溝通 然後會知道什麼地方塞車 那路況怎麼樣 那平常開車的速度都是穩定行駛 然後也會最省電 等等 所以這個大同世界很值得期待 除此之外 多款全球限量的華麗超跑 也齊聚一堂 號稱全球最快的四人 作為豪華跑車 擁有710匹最大馬力 售價2000萬起跳 另一款日系超跑 時速從0加速到100公里 只要2.7秒 不論是外型或內裝都充滿霸氣 各大車廠紛紛推出旗下名車 展現精湛的造車工藝 要讓車迷大飽眼福 中央社記者 黃黃均 檢育期 台北報導